好的设计 需要兼具美学概念 与符合实用性 好的施工成品 需要严选用料取材 层层的严谨把手 方能衬托出好设计 源自木匠出身的设计师 蔡易军 一开始便集结智趣相同的好友 相约一起创业 共同迎接未来的成就 大概在大二的时候 我开始创业了 我开始承包一些小的木作工程 轻食馆 员工宿舍等等 面对设计师 同胞 为了争取更高的利润 跟我说 要感到努力一下 因为家里从事木工 从小而如木染下 对设计产生极大兴趣 为了将追求完美品质的理想 落实在每个环节巧思上 因此他选择自己创业 诠释空间设计 带给人真正的意义 其实我心里也想说 今天业主找我们 就是相信我们 水电 油漆 其他工班 其实都面临到一样的问题 于是我决定 我要自己出来做同胞与设计 身为一名设计师 同时也作为一位观察家 随时倾听与察觉业主所需 将空间溢注个人特质的风格 使人可以自在地和空间对话 让空间不再只是一个居住容器 而是一个能融合生活的美学连结 其实我们一般在接触客户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先透过聊天这种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互相认识 比较进入状况之后 会透过我们的设计的表单 来调查客户的生活习惯 和他们的喜好 我们都会帮他们规划 自己设计调查表单 并依照业主的职业 兴趣与不同需求 都尽可能地帮他们达到 甚至是业主所没注意到的细节 也都会协助他们悉心规划 像这个设计案中 业主和老婆有一对儿女 是一家室口的组合 初步我们利用了设计调查表 了解到业主希望整体空间 是明亮温馨的 我们运用了这种水墨化的浴石 及搭配这种木质调的设计 来创造整体空间的氛围 了解了大方向的设计手法 我们就会着手开始针对业主 去做细部的设计 像是这个主卧的更衣室 我们运用了居住习惯的调查表 了解到业主在修纳衣物的习惯 像是格子抽的设计 及不会让裤子有折痕的裤架 量好的收纳机能 是提升便捷生活形态的一大要素 流畅的动线规划 除了引领空间展现出宽阔的格局 亦能延伸视觉上的效果 最后我们会绘制出3D透视 呈现装修完工后的实际感觉 像业主当初在主卧的空间里 有考虑两种不同的设计感觉 所以我们绘制了两个方案 供他们选择 工程部分其实我们一直秉持着一个信念 就是我们比业主更在意业主在意的事情 然后其实到我们在选材的部分 天花板里面的脚材 因为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 一般外面用的脚材就是用这种夹板脚材 那我们选用的这种生成烫花脚材 它可以调节湿气 然后又有远纹外线 防虫 逼甲权 不使用最便宜而选用最适合的 除了施工与慎选材料外 完善的售后服务 亦是销售的重要部分 也应注重全方位的消费体验 于工程完工交屋时 将相关设计资料 包含施工记录档 保养手册 以及保固卡 包装成礼盒交给业主 让业主真正感受到实质权益与保障 因为共同理想与约定 从学生时代的几个好同学 就约好毕业后先各自努力 三年后再相聚 真的三年后一起合作了 其实我们的梦想很简单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问他们 你们在这个行业 想要有什么样的成就 结果他们就是说 做设计工程业的进口车 能够家喻户晓 有品质又平易近人 又不会像跑车一样 有距离感 享受一个游行出发 别具温度的设计 使空间能动也能静 赋予流动的生命力 袭击未来 每个人都能住进 属于自己的梦想宅地 普出全新的幸福生活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